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侯威现在持续在警咬黄成国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打出吴怡农条款呢 但是吴怡农这个回答也被大家讲说 你这个话会不会得罪人类啊 因为他说无法控制对手颇粪 但是坚定走自己的路 回归正向选举 那颇粪你说谁是粪呢 是这一位吗 你这样讲不是很不敬吗 你这样子讲颇粪 你把形容这种过去帮忙你支持你的人 你把它形容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自己要去做一些解释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要防黑道扰乱立委补选 现在警大 这个警方大规模的扫荡酒店 人家在讲说 是不是选钱要做做样子来帮吴怡农 那我们另外看到王侯威 现在是不是有受到一些相关的威胁 他有申请随护要贴身保护 因为他有接到恐吓的电话说 你再讲黑道恐怕就要开枪 我们来听一下 还幸亏有这样电话录音下来 所以代表说王侯威 他其实在之前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说在之前已经有接受到 相关的一些威胁 这威胁的事情 果然接二连三 现在又再度出现了 所以王侯威的表态 他是讲说绝对不会屈服 也不会纵容这种恐吓威胁的行为 那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民众对于吴怡农的观感 还是像以前那种农妇时期吗 好像不见得 因为他现在的负面声量 根据这个TPOC的最新的统计 他说已经连续两天逼近八千则 而且就是都是负面声量 恐怕这个黑道比起落跑来得更伤 那现在他的预言是讲说 这个人形象恐怕还会持续在崩坏当中 而且连殷系据说也是很不爽他 今天看到了风传媒 有这样一则幕后的报道 他就说这个黄成国 这党中央需要处理黄成国这样的说法 其实他完全没有先跟殷系先打个招呼 所以黄成国的心境揭秘 说殷系不满这个吴怡农 任人欲取欲求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中央是不是要处理黑道 但是在对外发言之前 吴怡农这番说法 其实跟殷系没有先知会过 所以殷系现在颇有为辞 你怎么可以先这样子讲话呢 还是说你觉得你可以主导这一切 那另外吴怡农是不是也被网友们 持续在质疑说很浓包 甚至连记者们对他的这种负面印象 也都在冷击当中 因为好几次的活动都在迟到不说 这个12月6号的记者会又迟到了 所以记者在那边讲说 到底是怎样 连个准时开记者会很难吗 你的团队到底都在做些什么 那记者其实还有些人 好像要替他做球 让他可以杀球 他就讲说国民党这几亿堆黑道 你当台北市主委很努力排黑 国民党抹黑 你是不是很委屈 照理说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发挥的题目 可是他最后只有回答说是 就网友看完这一番对话之后 大家就出了这个竹字文 在PTT上面 人家在那边很感慨 就讲说 你是连杀球都不会杀了吗 还是说这吴怡农 你沿用的是阿中团队吗 怎么搞的呀 就是打个选战 打得这样七零八落的 而且现在连绿营的名嘴都在臭吴怡农 这也同样是PTT上面 大家在那边看到一些名嘴 就是在那边酸吴怡农的一些话 在那边讲说 脏活是有人帮你做 但你现在才能在那边装圣人 而且整个问题扩大到党中央 你是要陈其脉怎么回应 而且被媒体问一下 你这个态度马上就被激怒 气扑扑的 你应该要拿出一点候选人的样子 而且讲到皇城国赵英光 他也不懂得举这个国民党来反击 所以现在在这个绿营的名嘴里面的评价 也觉得吴怡农的表现 真的是很多问题 还有他现在目前是要印海报 就是说不挂看板印海报 他的讲法是说 他希望大家贴在自己家 别贴到公共场域 又被大家给酸了一番 那我们来看一下绿营名嘴就讲说 现在要把皇城国捧成这一位 玄天上帝吗 他说我认识皇城国已经数十年了 他如果有涉及不法就直接抓去关 而且他讲说就像玄天上帝一样 玄天上帝原本是屠夫 后来大彻的大物 自己剖腹之后 还收复了什么肠胃变成的 什么龟蛇二将 所以这样子的大彻的大物 善莫大焉 用皇城国来类比浪子回头 就等于像是玄天上帝一番 所以网友们就又哭手 做出这样的一张图 就说那玄天上帝跟吴怡农之间 关联到底是什么 跟玄天上帝有没有关联 这个大家见仁见智 但是王瑞德这样子来辟喻 皇城国之后 可是他却是呛吴怡农 脸上抹泥巴 而且这个皇城国 也是一手打造了吴怡农条款 吴怡农也是小英男孩 那小英又拉了这个皇城国 当国策顾问 所以理不清楚的关系 恐怕这是吴怡农现在目前补选 最需要面对说清楚的一个问题 还照神有用吗 我们先问一下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1.126的嫌疾 他其实真正热是从7月开始 7月5号王农威 他去剪辑了林志堅的 中华大协的论文 然后7月6号黄阳荣荣去剪辑 林志堅台大的论文 然后这一波就开始热起来 热起来这个大概打了一个多月 当然那时候刚好有疫苗的问题 然后发现了原来民进党政府 在阻挡疫苗 然后接下来第三波是什么 第三波就是黑道 所以我们现在在吵了黑道 其实是险前就在吵了 谁先开头 我们知道台南那边 金益兄在这里开了88枪 昨天才公布说这二十几天抓不到 那个歹徒姓孔 大家来帮忙抓 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我讲真的是这样 现在抓一个歹徒要抓那么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黑道变成蔡英文总统 他在他们的中堂会就宣誓 我们现在要终结黑道 夺为正义 那时候就这样 可以看到整个黑道的议题就出来了 出来弄到民进党的陈时中 他漏险了 漏险以后 因为要补险蒋万安追袭 所以这个黑道的议题就一直烧 那烧到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吴亦龙要选 吴亦龙让大家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那时候当选民进党 台北市长部组委就是靠黑道 赵英光家族帮他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他很有办法 赵英光的妹妹 当他台北市长部的执行长 所以你跟黑道扯不清在这里 然后刚好选完以后在检讨 何志伟 民进党的立委 他说我们这次的黑道问题很严重 党中央要处理怎么样 他马上被围剿 结果蔡英文的第一场检讨会 在他的官邸开 大家公干何志伟 各位去找这个标题 所以黑道的议题是 民进党开了这个头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发生了枪击案 然后台北 台北也有 警察大学校长跟黑道 进入了黑道 黑道帮他开门 所有影片都出来了 所以我讲你今天要来检讨黑道 这个议题他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开始以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吴怡隆跟这些扯不清 对不对 这扯不清他的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民进党他的政治势力很强 各位跟他最扯不清 今天本来赵介佑这个案子 高等法院要宣判 结果上午的宣判是什么 延后宣判 很厉害 我不要陪你们 我法院不要陪你们新闻 陪你们嫌疾去炒话题 他往后延 那你是已经公开讲 我们今天要就宣判 这是在司法界是很少见的 那你如果再看 上个礼拜五12月2号 郑文燦的论文被公布 蔡世英的论文被公布 两个都是抄袭 一个郑文燦不用讲 民进党最大咖 桃园市长 一个蔡世英选基隆市长 为什么选后才公布 这就是政治力介入学校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10月4号 10月4号我日期都指出来 你可以看 郑文燦被游志斌给检检 我认为那个理想的时辰是33天 33天从哪里来 从7月5号林志斌被检检 33天以后台大把他撤销 就是这是一个时辰 郑文燦理论上11月7号 应该就要 结果他偷到了选完结束以后 12月2号 就是怕影响民进党的险情 所以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就是很严重的 所有行政的司法的 都在配合民进党 因为民党掌控所有 我们今天讲这个都觉得 黑道有没有严重吗 大家刚刚听王鸿威那个 他如果没有录音 今天已经说你自倒自演 你自己在骗人 录音了 听到了就是恐吓你 我要开枪了是不是 现在大家讲 黄城口是成天上帝 我听得真好笑 我们有个议员 因为这里也有个议员 台北市议员 侯万点 有个议员在议会 2016年执行 黄城口你那个新竞典 他有一个餐厅 结婚广场 你心里是个维建 执行柯文哲 2016年 现在2022年已经年底了 还没猜 柯文哲每天讲破例 结果这个议员 被黄城口找去你知道吗 说我今天找你来我很客气 本来我那些小的 我的小子 本来要找你 我来说就好 各位这是什么意思 靖一兄也在这里 我想怎么 他是咸天上帝吗 有时候你讲 真的不能空口说白话 但是我讲在台湾 黑道真的很严重 民进党是一个执政党 要负最大的责任 你中常委里面有黑道 你用的人是黑道 国民党当然过去也有很多黑道 但是这一次国民党好歹 苗栗 县长 中东警 大家都知道他最强 国民党不敢提名 提名谢吴宏选不上 结果最后中东警当選 至少国民党还可以表现说 我们因为他跟黑道有关 我们好歹不提名 这个还是要值得肯定 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吴怡能被问到 黑道问题的时候 他的回答为什么会被网友 这样痛骂 我们来听听 你有想请教 因为刚刚提到说 不管任何面对这种外界的遗混 其实民进党的态度就是面对质疑 那就是主动去澄清 去做这个调查 但相较于国民党这边 外界也不单质疑说 像是叶林传等等的 或是其他的议长 副议长等等议员等等的背景 国民党似乎都是一概的撇清 或者说反而去否定这样的一个质疑 其实国民党在选举时候 也定掉这个黑道的主轴来攻击 但是你在当主委的时候 其实也是落实了党内这个排黑条款 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被做这样的一个议题操作 会 这一个字就打完了吗 好 我们来问一下汉廷 这个扒开了亮丽光鲜的人设之后 因为他目前实在没有大咖可以加持 什么陈时中也不可能来帮他站台 蔡英文或陈其妙也不可能帮他站台 所以目前留下的吴亦农自己 才是他最真实的自己 不是那种什么网路上 或者是那种什么漂亮的图片 他就像是一碗阳春面一样 没有料 所以他就是个阳春的农包 那么目前看来 所展现出的问题 不仅是这种记者会的迟到 或者是这种口词的表达不清晰 或者是面对问题 没有办法好好地来杀球 最基本的是在这一次过程 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的政治攻防应对进退 包含人情事故上 其实都是大大的不及格的 因为一开始是人民问他 记者问他关于黑道的问题 他马上出来讲说 那个什么赵介佑 就是我把他开除了 但是这其实是 与事实不符的一句话 他说那他爸爸赵英光 也是我请他离开了 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一段话 后来也被赵英光亲自出来打脸 所以他的回答除了就是 专门与事实不符之外 另外话里话外透露了什么意思 那就是赵家真的是黑道 所以你说赵家听了 当然是不高兴 那我赵家过去多少 也帮过你吴义农 也帮你站台 甚至陪同你去参选登记 结果现在人家一质疑 你马上就说 对…我们民进党真的是有黑道 所以绿营的支持者 当然也会看不下去 在例如黄成国这个议题上 你应该要么站在绿营支持者的立场 对不对 就像所谓的绿营名嘴 要讲说那黄成国是悬天上帝 黄成国了不起 黄成国是社会贤达 吴义农要么你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你是民进党提名的立委 就应该站在这个立场 不然的话 你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 应该说什么 说对 我也不喜欢黄成国 说对 我们要切割黄成国 说对 不应该有任何有前科的人 都来进入民进党党部 这是两种是非分明的截然的处理 结果吴义农采取什么态度 这个丢给党中央 那请问你的立场 跟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你现在不是一个幕僚 你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媒体人 你就是在竞逐立法委员的政治人物 所以在面对黄成国 在面对黑道的议题 你自己本人当然有一个 清楚明确的立场跟态度 大家才会觉得你是能够带给人民方向的 如果连黄成国这个人物 或者是这个议题 你都没办法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表态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何得知 是未来任何大师大飞上 你是不是也会一样的磨灵两可 或者一样的是什么事情都交给党中央 所以未来我们到立法院 到底是要一个只会去直询 苏贞昌袜子的阳春笼包 还是一个真正能够电报苏贞昌的 了不起的王洪威呢 好 我们请教均一哥 好了 这一期本来就是国民党的 立委的席次 民进党这一次九合一败选之后 这一区补选 补选吴义龙的参选 势必就是在逆势中来因应 一开始的这个设定 我认为是可能要调整 一开始的设定好像是可以赢回来 没有条件 你知道吗 现在的整个这个状况看起来 对民进党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还没有检讨完毕 这个选后的一些这个问题 包括行政院的一些调整 都是现在沸沸扬扬 在社会上进行 所以在这种气氛下 吴义龙真的要赢 这个简直 能说阿婆 生儿子 拚了就好了 很困难 但是他这个企图心是可以肯定 不过一个是可以赢的 不是选举 当然能够赢最好 选举可以赢什么 赢回民心 那英伟民心 就是说吴义龙的参选 把它看成是民进党 整个检讨的一环 透过这个候选人 那么可以给社会 能够感受到民进党是 检讨的 是在反省的 是在改变的 民进党到底要改变成了怎么样 民进党要改变成了怎么样 就是回到所谓的创党精神 创党精神是什么 你就是不能贪腐 你必须要爱民 你要勤政 特别是要反黑 所以我们在公职的提名办法里面 有反黑条款 我们的党职 里面也有反黑条款 那么这种反黑 本来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灵魂 那现在怎么会搞到 好像没有人会出来 去宣誓 或者说去对这个社会做一个说明 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遗憾 当然还有机会 所以吴义龙的总部 除了努力的争取胜选之外 可能更重要就是翻转社会 在这次九合一败选 对民进党的一些印象 重新再出发 能够赢最好 不能赢至少 要赢得人民对民进党基本的信任 所以君英哥会觉得说 吴义龙是不是应该对 黄成国的事情表态吗 因为现在在野党都在攻这一块 他应该对所谓的黑道 进入政党 或是黑道 跟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 或是黑道从政 这些事情要有一个基本的宣誓 至于黄成国是不是黑道 我说过民进党是有反黑条款的 如果他是的话 中央党部要处理 不是吴义龙要处理 吴义龙没有能力处理 我干过中常委 我干过很多重要民进党的干部 包括副秘书长 所以对这个非常清楚 不是吴义龙可以处理 为什么大家会把焦点放在吴义龙 你要怎么处理 是因为你是候选人 所以你要做宣誓 党中央这边 即使你在做一个代理期间的盘整 也必须要出来承担 所谓民进党总体反黑的一个组织 一个立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王周马上回来 我是王周马上回来 我这边要做宣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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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